天高海阔 张修杰 那么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就是要讨论 还要不要把这个新冠疫情 把它标定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大家还记得三年前 世界卫生组织在重大的特殊的压力之下 迟迟不肯公布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议论 最终在三年前 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公布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是国际关注的紧急卫生事件 这个决定宣布三年之后 那么这个紧急关注还要不要维持呢 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就是为了这个而开会 开会的结果是 世界卫生组织依然维持国际关注的紧急卫生事件 那么为什么会继续维持呢 其实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很多国家 比如说我们所生活的美国 已经跟过去相比不是这么严重 我们已经基本上恢复了这个正常的生活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决定 要把这个新冠疫情把它标定为公共紧急卫生事件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 在会后告诉记者说 他说他同意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 为什么他同意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呢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处在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 委员会认为我们必须在这个关键的过渡时期 还在上升 大家听到这个信息 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新冠肺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上可以控制的疾病 虽然还是有感染 但是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了 特别是Omicron的变种病毒出现之后 确实死亡率非常明显的下降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说正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还接到了死亡个案正在攀升呢 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数据 谭德赛告诉记者说他说在这个Omicron最严重的时候呢 世界卫生组织每个礼拜获报的感染死亡人数 大概是超过7万人 那么在去年的10月 这个人数已经下降到1万人 从原来的每周死亡7万多人下降到1万人以下 那么应该说新冠肺炎的疫情确实对我们的冲击已经大大减小了 但是谭德赛说12月份这个死亡人数再度升高 那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明白谭德赛说的是什么 谭德赛其实讲的就是因为中国解除了心灵政策 所以导致中国突然感染的人数大幅升高 那么死亡的人数呢自然也就会大幅升高了 他说在1月中旬 世界卫生组织所接到的这个报告呢 是染疫死亡的人数将近4万 其中一半呢是来自中国 并且谭德赛特别说 中国真正的死亡病例绝对要比这个高了很多 换句话来说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因应中国现在还处在疫情一个高峰期 中国还没有度过这个疫情高峰期 所以呢要把这个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继续维持 谭德赛这个决定我想中国政府肯定觉得不满意 但是最近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突然出了一个劲爆的新闻 新冠肺炎病毒来自哪里呢 原来是来自美国的辉瑞制药厂 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新闻是由美国的一家媒体叫真相工程所发布的 这个真相工程媒体在25号的时候呢 就发布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当中被采访一个人啊 自称是辉瑞的研发高级主管 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乔丹特里斯沃沃克 我们把它简称为沃克吧 沃克这个人据说接受了这个真相工程的一次暗访 所谓的暗访啊 就是受访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录影或者录音了 这是这家美国媒体惯用的一种手法 那么真相工程在访问了这位沃克之后呢 他的调查作品的题目是什么呢 他的题目是这样写的 辉瑞主管冒号 制造定向变异的新冠病毒来继续从疫苗当中获利 我们知道如果按这个标题的逻辑就是 辉瑞先制造了疫苗 然后呢继续让这个病毒在变种 在变种过程当中呢 再推出新的疫苗 从而让这个辉瑞在这里获利 那么所以在这个访问当中啊 这位叫做沃克的所谓的研发高级主管呢 对着这个真相工程的这个镜头侃侃而谈 他说啊 我们对公众是不会讲这些秘密的 所以呢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说辉瑞公司想要知道这个病毒可能的变种 从而呢提前开发一些疫苗 他有时候啊 新的变种出现的时候 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比如说Delta 比如说Omicron 谁知道不管怎么样 新冠病毒显然都是我们的摇钱术 沃克在访问当中呢 还说了一些天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主题呢 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方面 那么沃克在访问当中说啊 他说在制药行业 所有审查我们药物的人 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会成为我们制药公司的员工 其实整个访问当中 我想真相工程最想说的核心主题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真相工程是所谓一个调查类的媒体 这些所谓调查类的媒体呢 就是要揭秘一些政府不为人知的肮脏的一部分 我们看沃克当中所说的所谓利益相关方 就是在制药行业里面审查我们药物的人 指的是谁呢 当然是美国FDA的官员 所以FDA的官员一方面审查辉瑞 制药公司所研发的一些新药 那么在这个公司当中呢 他们跟辉瑞肯定有一些利益勾结 那么这些利益勾结之后 这些人如何得到回报呢 就跟我们一般所说的贪腐不一样 一般最简单的贪腐手法 就是我给你好处 你给我金钱 或者你给我金钱 我给你好处 而辉瑞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一些政府丑闻当中 经常看到的 就官员向企业输中利益 然后呢 官员离职之后 下台之后 又会到这些企业里面去担任高管 再获得丰厚的回报 就像我们前总统奥巴马一样 他卸任之后呢 随便一个演讲 一场就是50万 哪怕这个演讲内容很空泛 他也可以得到50万 克林顿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真相工程者 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啊 我认为他最想说的就是 其实辉瑞药厂跟美国政府之间 有非常黑暗的利益勾结 这个新闻在美国播放出来之后 马上引起了美国霍氏电视台的注意 美国霍氏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卡尔森 就在他的节目当中评论说 他说大药厂操纵新冠病毒牟利 可能会危及整个世界 也可能会存在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 并且呢 他还高声指责 MSNBA还有CNN这些媒体 从辉瑞公司拿到了巨额的广告费 这些公司呢 通通都不报这个真相工程 这个大新闻 我们从卡尔森的言论当中 我们似乎看到了霍氏电视台 对这个辉瑞没有在这个霍氏下广告 十分的不满 所以呢 卡尔森在这个 他自己的节目里面 评价真相工程这个新闻呢 他更多的角度是问这个CNN 或者MSNBC这种所谓的左派媒体 为什么不报这个真相工程 这个大新闻 那么讲到这里啊 我们就要来聊一下 这个美国的媒体真相工程 是个什么样的媒体呢 如果你上网去搜索一下 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料 因为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啊 对这一类所谓他们标签为 极右的媒体呢 通通都不感兴趣 在他们的搜索引擎当中呢 都会封锁类似的消息 其实如果你从主流的英文网站 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 这个真相工程媒体相关的一些资料 这个真相工程呢 简单的说 他在2010年创办 他的创办人呢 叫詹姆斯奥杰夫 真相工程一创办呢 他就是以揭秘一些政府黑暗面 为他自己的这个任务 特别是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关大选当中的一些阴谋论 这个真相工程可以说 不遗余力的报道 但是以我个人去过去浏览 真相工程媒体的报道呢 我基本上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他的报道都非常劲爆 但是呢 这些劲爆的新闻最终都没有被证实 他过去曾经最著名的一些案件是 他拿到了拜登女儿的这个日记 那么他并且呢 在他自己真相工程的平台上 公布了这个日记 还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风波 所以这个真相工程所报道的一些内容啊 他往往是用这种暗访的方式 而这种暗访呢 往往都是爆出一些劲爆的猛料 那么这次这个真相工程所爆出来的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变种 一直被辉瑞公司掌握 掌握这个病毒的变种 从而能够让辉瑞公司 获得更多的这个商业利益 这个报道可信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一节我们说 美国的媒体真相工程 爆了一个猛料 说这个辉瑞制药公司 正在控制新冠肺炎这个病毒的这个变种 通过控制这个变种呢 让他们生产出更多不同的疫苗 而从中获得商业利益 其实这个报道当中 我个人解读 我认为它的核心是在于说 新冠肺炎的病毒出现变种 而辉瑞公司呢 利用这个变种病毒生产了更多的疫苗 在这方面呢 辉瑞公司跟美国的这个官方 比如说FDA 有密切的勾结 从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 那么这个新冠变种病毒 是由辉瑞来控制这个说法 到底可不可信呢 辉瑞公司啊 对这个报道做出了回应 辉瑞公司是这么说的 他说辉瑞公司 确实会跟合作者一起 用原始的新冠毒株 来构建一个新的 值得关注的刺突蛋白 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刺突蛋白 因为刺突蛋白跟这个病毒 并不是一回事 这个刺突蛋白在病毒上呢 是让它更容易突破人的免疫系统 新冠肺炎病毒之所以能够 从动物身上再感染到人的身上 这里边有个非常大的关键的转变 就是它的刺突蛋白 能够突破人的免疫系统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值得信服的 一个研究结论 能够告诉我们 为什么新冠肺炎病毒 原来技术在蝙蝠身上 而它为什么可以轻易的传染给人呢 从过去的规律来说 蝙蝠身上的病毒 必须要经过另外一种动物 所谓的宿主 然后这种病毒在宿主身上 出现了一个突变 然后它才变成能够传给人 这个传播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论 那么所以呢 辉瑞公司说 他们所研究的这个刺突 跟病毒并不是一回事 刺突蛋白固然是病毒 能够进入人身体的关键一环 但是呢 它本身并不治病 所以辉瑞所说的 构建变种的刺突蛋白 来应对未来的这个变种病株的大流行 并不代表辉瑞在研究变种病毒 那么换句话来说 无论是辉瑞那位研发主管 还是辉瑞公司的回应 说的是辉瑞在关注刺突蛋白 并不是研究新的变种病毒 而关注刺突蛋白呢 是为了将来发现 新的变种病毒之后 能够让新的疫苗 能够适应这种变种病毒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MRNA疫苗的特点 就是哪怕出现了变种病毒 疫苗只要经过调整 就可以适应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现在我们在美国 能够注射的这个疫苗啊 也是因应现在在社会上 流传的变种病毒所设计的 所以说辉瑞公司 并不是发明了这个病毒 为什么有媒体报道说 辉瑞公司发明了病毒呢 这里边就要讲到 中国媒体在这个事情上的作用 刚才我们说了 25号真相工程 发布了这个新闻 27号呢 美国的一些媒体开始报道 包括我们刚说的 霍氏电视台 28号 中国的媒体有了回应 中国的媒体在报道 这个真相工程 这个所谓调查报告的时候啊 中国的媒体 把这个真相工程的 这个调查报告 来了一个选择性的使用 并且呢 在标题上呢 把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 全部给更改了 那么中国大陆媒体的标题 是怎么写的呢 大部分的标题是这样 新冠变种病毒 原来是辉瑞制造的 辉瑞公司一面在做病毒 一面在卖疫苗 这种文章 在中国的地方官方媒体上 到处流行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中国的中央一级的官方媒体 有报道这个事情 但是呢 比如说这个湖北啊 还有这个河南啊 包括这个北京啊 等等这些大省份的地方媒体 包括这个武汉市 中共武汉市委的机关报 长江日报也在大幅报道 标题大同小异 基本上就是原来新冠肺炎病毒 是辉瑞创造的 原来辉瑞制造这个病毒之后呢 是为了自己在疫苗市场上 能够获利 我们知道这一类的标题的报道啊 在中国会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 因为在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人相信 新冠肺炎的病毒 就是由美国制造的 然后通过这个军人运动会 传播到了武汉 但是在这个中国地方的官方媒体 报道这个所谓的真相工程的 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啊 一不小心把这个访问当中的 一些内容给泄露出去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还是那位叫沃克的主管 在暗访当中他所说的 在这个访问当中啊 沃克对这个访问他的人 进行了这个所谓的科普 他说对一些病毒进行这个 定向的变异研究这个流程啊 是要十分的严谨 他说当前辉瑞的研究 跟这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 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个沃克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要非常严格的控制 你所制造的病毒 这里指的是辉瑞药厂研发 这个新的变种病毒过程当中 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变种病毒 以确保它不会变成四处蔓延的东西 就像我们所怀疑的 这个病毒最早是在武汉爆发的那样 病毒绝不可能凭空的出现 这样讲太过胡说八道了 沃克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想说的是 我们辉瑞公司在制造新的变种病毒 以应对更多的这个疫苗市场的需要 但是呢 我们必须对这种新的变种病毒严格管理 不能像武汉病毒研究所一样 那么换句话来说 沃克先生在访问当中 他讲了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辉瑞在研发变种病毒 为了未来的疫苗市场 另外呢 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我们很小心 不像当年武汉病毒研究所一样 把这个病毒散布了到处都是 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 说在选取这个视频的时候 一开始最起码有这个河南的大核爆一家 不小心把这个消息 也连带在他们的视频当中播了出来 于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换句话来说 就是哪怕是辉瑞正在研发这个变种的病毒 而这个病毒最早也是由中国传播的 那么这样的信息 当然是对中国政府不利 在后来的这个媒体报当中啊 就统一全部中国的官方媒体 统一把这一节给删掉了 就是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评价 通通都没有了 那我们看完整个所谓的辉瑞制造变种病毒 这个报道的过程 再加上中国一些地方的官方媒体报道 那么我们对这个所谓的真相工程 它报道的这个访问 它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研发疫苗或者研发药物 这过程当中 辉瑞肯定是拿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各种毒株 来作为他们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些工具 但是这些所谓的工具 就是我们刚讲的 无论是病毒也好 还是刺突蛋白也好 有没有令到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在社会上流行呢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先有了这个变种病毒 再有辉瑞研发的疫苗 还是先有了辉瑞研发的这个病毒 散播到全世界 然后辉瑞才推出它的这个所谓的变种病毒的疫苗呢 从目前我所看到的现象来说 我知道先是在印度产生了Delta这个大魔王 Delta流传到全世界 然后像辉瑞啊 像这个FISA这些疫苗研发公司 才跟进去研发出新的疫苗 如果说在这个变种病毒流行之前 辉瑞就已经掌握了这个疫苗技术 那么应该全世界不会死这么多人 因为毕竟当这个新的病毒出现 大量的人感染 大量的死亡人数出现 这些死亡的人就没有可能用上辉瑞的疫苗 这让辉瑞在这个商业利益上一定是受损的 所以基于这个逻辑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真相工程 这次报道啊 可能又是一次所谓非常劲爆 但是最终很难证实的一个新闻 再加上那位所谓的沃克 在访问当中爆了这个辉瑞制药公司 跟美国政府这么多黑料 那么按道理说 美国的执法部门可以按图所记 根据这个视频来抓一些贪官 和抓一些辉瑞的一些不守法的人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美国执法部门有没有对这个视频 所披露的这个黑幕采取行动 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访问 到底有多真实了 那么再有一点呢 类似这个真相工程这种报道的手法 也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毕竟你随便找一个酒吧 找一个随便自称是高管的人 就来这段访问 然后爆出这么多猛料 如何证实这个高管 就是辉瑞公司的人 即便这个人真是辉瑞公司的研发高管 又如何证明他所说的话 全部是真的呢 因为这里面有各种可能性 也有可能是他真不小心 喝多了两杯之后呢 被这个暗访者拍下了这个录影 还有录下了音 也有可能是他本身因为某种原因 对这个辉瑞公司不满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场合故意放出这些料 来抹黑辉瑞公司 这种可能性都会存在 所以说这段视频值得我们关注 但是你问我呢 我个人是90% 不相信这个视频里面 所说内容是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当这个视频在中国的媒体上流传之后 在中国社会上 在这个媒体的受众当中 所引起的反响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中国现在还是有多少人相信 这个病毒是美国制造的 如果美中之间官方的外交关系 已经如此对立 而在美中的这个民间社会层面 又有这么多互相猜疑的话 美中关系今后还会有一个好转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虽然说这种报道啊 在民间会引起议论纷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实质上 它跟美中之间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啊 肯定是负面的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